大家好,我是文蕊,最近谈到中美关系,谈到整个国际的局势,在网络里面有个段子,我觉得这个段子说的很贴切,也挺有意思的,我给大家学一学,什么段子,就是说现在整个国际局势就像朋友圈一样,就像建立这个群一样,以前有一个旧的群,这个旧的群,中国也在里面,中共也在里面,但是这个旧的群,这个朋友圈已经不用了,已经慢慢废弃了,但偶尔还用吧,然后人家呢,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群,新的群,然后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一个新的群。 那么这个旧的群,它没有这个撤掉,没有这个解体,这就叫什么呢,叫做这个不脱钩,然后呢,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群,但是建这个新的群呢,不把这个中共,不把中国拉进来,这叫什么呢,去除这个风险,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,但是,然后人家讲的说,如果在这个旧的群里面,这个可能已经基本不起什么作用,但是如果中共,如果北京,你还愿意发这个红包,那大家肯定高兴,你发红包,多多发,大家去抢红包, 但是呢,别人如果想要这个发红包,人家就不在这个旧的群里面发,人家就在这个到新的群里面这个发了,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段子,我觉得说的挺有意思的,跟大家分享一下,然后我接着讲这个段子啊,就是说人家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群了,很多重要的事情啊,很多经济方面的发红包,人家在新的群里面就完成了,但是呢,中共自己还不知道啊,中共自己还觉得自己挺了不起,在这个旧的群里面呢, 啊,一个劲发红包,同时呢,还会比一个劲的发言啊,表达自己的观点啊,感觉自己还挺了不起的,还把自己,对吧,就当科聪啊,对不对,就这么一个情况啊,就是今天我为什么讲这个段子呢,就是今天吧,看到一个新闻啊,这个新闻是这个,就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报道出这么一个新闻啊,就是什么新闻前段时间,这个所谓什么特使这个,李辉不是到了欧洲去吗 然后这个华尔街日报就讲说,他独家引述这个知情的西方官员的消息说什么呢,说李辉啊,他已经表达了这个明确的这个这个信息,什么呢,他就说,他意思吧,美国在欧洲的这些盟友,就指欧洲这些国家,应该维护他们的自主权,就是你们不要老听美国的,就这么个意思啊,然后就敦促啊,这要立即停火,指这个俄乌之间啊,然后这句话很关键,就是他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,让俄罗斯管理现在占领的, 乌克兰的这些领土,国土,就是土地换和平的意思啊,就你们赶紧这个停止啊,不要再打了,然后这个以前,俄国占领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些领土,你也别要了,就给这个俄罗斯就表达出这么一个意思啊,我看以后就想笑,真的非常非常想笑,就像你在这个旧群里面,你还在这不断的发言,对吧,你就说句不好听,你算哪颗葱啊,对吧,你算哪颗大半算的,你可这发表这样的这样的言论,多可笑啊, 你自己有几天尽量,你不自己点亮点亮,对不对,你到欧洲说这样的话,就显现出另外一幕,人家就是博士生聚会啊,人家这个麻省理工啊,什么加州理工啊,普林斯顿啊,对吧,哈佛的博士在一起聚会,人家也没想邀请你这个,就是说,梁家河的这个小学生博士,这梁家河的小学生博士,这梁家河的小学生博士说,非要凑过来,然后到人家这个坐,跟人家一起吃饭,那人家这些博士一看,那你要来,非要来,那你就坐着吧,对吧,人家想,你也别 这些智商啊,你就干吃完饭,你赶紧走得了,但人家这个梁家河这个小学生博士吧,在这个博士聚会里面,人家还非要发表一点观点啊,说你们这个人工智能,这个不应该这么研究,你们的芯片不应该那么研究,对不对啊,你应该借鉴我们梁家河的经验,就是这样,我觉得李辉他现在扮演的这个角色就是这样,你到人家对人家的这个什么,这个恶无冲突, 你去指手画脚,你算哪颗丛啊,还是那句话,对不对,人家现在空前团结啊,马上就要取得大捷,马上就要取得重大的这个胜利了,对不对,你这个时候让人家土地换和平,哎呀,真的是,就是欠揍嘛,就当时真的,就是给中共自己,给北京,给习近平添堵嘛,然后呢,他也说这个说,啊,李辉敦促欧洲各国政府,把中国视为美国的这个经济替代方案,就意思,你们不是这个不听美国的了吗,对不对,那美国可能有 一些好处就不给你们了,没关系,这块呢,由我们中国啊,来给你们这个弥补啊,来作为替代方案,我又笑了,就想起那个梁家河博士去跟人家吃饭,人家那些博士,家财万贯都非常非常有钱,对吧,但是呢,这个梁家河的博士,吃完饭了,这个就像从农村来爆发户一样,大家不要交钱啊,这段话我请,一定我请,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大堆这个现金,我请,就这种感觉,人家差你那点 钱嘛,是不是,所以说吧,就是,我就说中国官员的那个土星味,就上不了台面,你到处,到处去给人家个出丑,啊,反正吧,我看到这些消息,现在我也不气,啊,我就觉得挺有意思,得截着眼,截着折腾,啊,我就是,现在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,感觉吧,总之吧,你就看现在整个习近平啊,他好像权力很稳,但是他这周围这些人,你看都是什么水准呢,对不对,都是什么水平啊,那谈到这个消息吧,我又想起另外一个人,就是蔡奇啊,蔡奇最近就是学习这个,习近平啊, 选机,蔡奇不提出了一个什么,入脑,入心,入魂吧,这句话啊,哎呀,我相信这习近平可能很受用啊,我在想要我是习近平,我马上就把蔡奇抓起来,或者把蔡奇撤了,这不就是典型的这个,什么所谓的低级红,什么高级黑,低级红啊,就这样的吗,对不对,你这话说出来,你让人,肯定会更加反改你的什么所谓的习近平思想,那蔡奇还有一个段子,就蔡奇,好像应该蔡奇讲的话,在网络里面传啊,然后他怎么说,就是蔡奇在, 在听完习近平讲课以后,他表达说什么呢,说,聆听之后啊,都是醍醐灌顶的洗礼,触及灵魂的扣问,不忘初心的感召啊,无论是讲意义的震聋发聩,讲目标的波云见日,还是讲,还是讲问题的语重心肠,哎呀,讲对策的, 鞭辟入理,都让人深受教育,真理的味道,思想的力量,领袖的魅力,深深触动人心,不能再念了,就念这么多吧,怎么怎么怎么地,后来说,还有一句我再说一遍,就是一定能创造出更多,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,反正就是, 这就是蔡奇的这个状况啊,就说了这么一通,其实以前啊,我就在想啊,就是,我还对那时候对习近平还不是很了解,我说习近平,对吧,蔡奇这个人啊,也就是,他的官位吧,也就是到北京市委书记了,我觉得习近平以后,肯定不能重用这个人,我当时是那么想的,具体原因我不说了,他做了很多很多那些事情,对吧,咱就不讲了,但是没想到,习近平还真的那么重用他,现在可能是,第一重臣了, 现在可能是,可能比李强都重要,是吧,大家可能有这种感觉吧,就说明现在习近平他最需要的就是这种,毫无底线的这种,特别无耻的,就是在,像我以前讲,在路和马之间切换,没有任何的这个心理障碍的这种,最没底线的这种官员,才能得到习近平的这个重用和信任,这就是习近平目前他整个的这个状况,对吧,那你说这个事情他会不会出问题,那肯定出问题啊,是吧,就是你说一个人啊,哪怕你多坏啊,你是独裁者,你说, 你根本不考虑民众的利益,你也不考虑国家的这个发展,你哪怕是考虑你自己的权利,对吧,让你自己权利稳固,你在周围,你得有一些非常有能力的,对吧,非常能拿得出手的这些官员才行,你像毛泽东,好坏咱先不提啊,他的权力为什么能维持那么久,他底下有人呢,别的不说,像林彪,周恩来,这些人好坏咱们先不提, 他们确实是有他们的能力,人脉,他们的这种影响力,你知道吗,你说像习近平,手下都是什么,李强啊,什么,什么蔡奇啊,就这些人你知道吧,就是完全就是靠着习近平这个就是,才能够有点权力,才能够折腾这些人,那什么事都解决不了,那这事其实是很麻烦的,而且这些人嘛,他们是最容易变脸的, 如果你习近平稍微有一点点权力不行了,他感觉到你要失事,那他们翻脸比翻书都要快,所以说,现在吧,习近平他就是等于顾家管人,领着这一大堆这个草包饭桶,对吧,治理不好国家,这是一方面,对不对,外交搞砸是另外一方面,整体上,他自己的权力,可能在未来都不会稳固,保不住,就是这样,怎么说呢,就是我们看到吧,看电影也好,就是有些反派,反面人物啊,你说他们多么多么坏,很多时候人家,在现实生活当中, 他也确实有一定的这个能力,你说这个人不好吧,很多时候吧,在电影里面,你会对那个反面人物,你很恨他,但是你确实觉得,这个人有两下子啊,有时候你还对他的这个才能还很吃惊,但是看习近平他们整个做的这些事情吧,就是又坏又愚蠢,坏这部分就基本都不怎么考虑,就看他们愚蠢在这表演啊,真挺可笑的,我也不知道他们能兼职多长时间啊,咱们就大家一起来慢慢看啊,好,这一集呢就说这么多啊,咱们这个下次节目, 再见,谢谢大家